今天非常的开心能够和陶老师一起来开这个奖 我们这个第一个开的奖是跟表演很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最佳男配角奖 入围的这几部影片都非常的精彩 而且演员们都非常的有实力 李一峰在《老炮》中他的表演非常的准确 很有感染力很有张力 下雨 下雨在《寻农绝》中整个 下面请看这五位提名演员的他们的电影片段 获得第三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男配角奖提名的是李一峰《老炮》 你有去看我的花生 有本事你找他们去 你不是我老子 我从小到大就没你这么个老子 好精彩的片段 谢谢我们的两位开奖嘉宾 辛苦了 请各位一步就做 谢谢 我们的101位观众评委 是由60名男性观众和41名女性观众组成的 年龄最大的60岁 年龄最小的只有20岁 他们代表着各个年龄段的观众 在这里还要提醒我们的101位观众评委 根据组委会的章程 如果发生了评票的情况 我们将对评票的两部作品或者是演员进行再一次的投票 紧张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101位观众评委 你们准备好了吗 谁是本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现在请投票 现在票数还在发生变化 我们在等着公众人员和我们工作人员最后的梳理 成绩现在已经出来了 本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获得者是李一峰 请李一峰上台领奖 有请颁奖嘉宾吴可邱新智为获奖者颁奖 请颁奖嘉宾吴可邱新智苑 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 我们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李一峰 祝贺他 我们请颁奖嘉宾为他颁奖 好 谢谢 谢谢两位颁奖嘉宾 谢谢两位 请李一峰发表获奖感言 谢谢 谢谢 投给我每一票的朋友 然后谢谢广谷导演 谢谢小刚导演 谢谢老炮 还有谢谢琴姐 入围的里面有很多是我的前辈 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 我会继续的加油 然后谢谢每一位 大众评委 谢谢 谢谢 谢谢李一峰 李一峰的